辛苦你們了 連續聽兩堂 我有個朋友 他夫妻都是很高薪 他跟我說他們是金字塔很上面的那個 就有一次呢 因為他先生常常在國外 他們都遠距離常常 所以他小孩從出生 大概都是看到的爸爸 都是螢幕中的爸爸 就是爸爸幾乎每天跟他的小孩 從嬰兒都跟他視訊 這個螢幕中這個就是爸爸 結果後來孩子已經上幼稚園了 爸爸還是就常常都是在國外 他們在創公司什麼 結果他家有一天來了一個 那個修水管的工人 廚房的水管 在修水管 就他孩子就走過去拉那個水管工人的褲腳 就喊他爸爸爸爸 因為他以前看到的爸爸都是 iPad上面的爸爸 所以他那個是虛擬世界的爸爸 所以他看到有一個男人來他家 然後那個樣子 他就去喊他爸爸爸爸 所以他就告訴他的先生 那先生很優秀 就他們兩個就心裡很難過 真的爸爸都不認得了 還真的是到處去認個爹 這個是他們覺得 後來他孩子長大 跟他們就是真的很有距離 很有距離 對他們兩個夫妻很後悔 這是 如果你問一個青少年 台灣的青少年 或是你問他 如果爸爸是很優秀很忙 那從來很少用眼睛 跟他眼睛四眼對看的 你問一個國中生 爸爸比較重要 還是你的iPhone比較重要 你猜他會回答什麼 iPhone比較重要 一天沒爸爸 我還是可以活著 一個月沒爸爸 我還是活著 但是我一天沒iPhone 我就不能活了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活在這個網路 這麼發達的時代的一個 很引我們去思想的一個 一個 也很讓我們很心酸的一個 現實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的孩子 或是我們的孫子 他們被 或是我們身邊的朋友的孩子 我們看到他們 為什麼這麼迷iPhone 為什麼這麼迷gain 然後他們的遊戲 有的是團隊 約好時間 線上去打仗的 為什麼這麼沉迷 不是 我們不能focus在這個gain上面 是因為 他是這個萬 太罪惡了 把我們孩子都帶壞了 我們要看是 他會沉迷 他是在求救 那是一個求救的訊號 因為網路 他本身 有很大的吸引力 就是吸力 那他用大量 而且非常有序 非常有成就感 就是我們各位剛剛分享的 有團隊 滿足我們的團隊的需要 我們要 我在現實裡面 我可能是要使兒 我回到家都沒有人 跟我說話 但是呢 我一進入虛擬世界 我可以呼風喚雨 我在虛擬世界 我是一個領袖 人人給我稱讚的 我每天都拿到獎金 我每天那個分數都一直往上爬 所以我在虛擬世界 我每天都得到 好像有人在那邊等我回家 那現實的社會裡面 我回到家 沒人 或者是回到家 就等著哀罵 這個媽媽是這個宿舍的這個社監 每天就是管我 幾點起床 刷牙了沒有 就是什麼東西帶了沒有 考試考幾分 是不是該睡覺了 那爸爸就很像這個教務長 或是訓導長 就是只管我說 怎麼樣 這個考試怎麼樣 讀什麼學校 那爸爸還是那個行走 會走路的ATM 他只負責 給錢 就可以了 其他他都不要管 不要囉嗦 所以他總是覺得網路 回到家 最痴心的在等他的 就是那個網路 就是那個不會罵他 陌難無聲 無條件在那邊等他的 就是他的網路 趕快來啊趕快來啊 所以通常就是會 讓網路迷上的孩子 就是通常他在 一百個大概都是一百個 他在現實裡面 他是關係斷裂的孩子 他跟爸爸 媽媽沒辦法連上線 他跟朋友也沒辦法連上線 他跟自己也沒辦法連上線 他是斷線的一個人 那一個孩子來到世界上 他怎麼認識我是誰 他是透過他出生到他一歲 最重要的當然是照顧他的人 上帝就透過媽媽照顧這個孩子 一個嬰兒如果你不照顧他 他就沒辦法自己獨立生存 他透過媽媽他肚子餓他在哭的時候 媽媽怎麼樣去餵食他 媽媽是邊罵邊打 都是你啊都是你煩死了 我本來有大好的前程 就回來家裡我是博士 還回到家裡把你拔死把尿 我有朋友他們是這樣 就是他的小孩很難帶 那真的是他從知道懷孕的那一刻 他就大哭了 我是博士耶 他為什麼這時候懷孕 我根本就不想要他這個時候來 因為他的事業正在起飛的時候 所以他從懷孕那一刻 他就很討厭他肚子裡這個小孩 一直排斥他一直排斥他 那就是一個孩子 他是出生到他一歲 他是先透過媽媽照顧他 他生命中第一個關係 是跟媽媽先連上線 我餓了有人餵我吃 我渴了有人餵我喝 我尿不濕了有人幫我清理 但是他在清理在照顧我的時候 他的態度是不情不悅呢 還是充滿悔恨 每天把我當仇人罵 他把他心裡面很多不滿的東西 都每天罵我罵我 他們做過實驗 兩個星期 出生兩個星期的小孩 你在罵他 他的腦 就有很強烈的反應 他們有放那個 罵他的聲音 還有錄那個爸爸媽媽吵架的聲音 就放給那個出生兩個星期的嬰兒 他知道 他感受得到 好 那所以 小孩一歲以前 照顧他是透過媽媽 先讓他感受到 我是被愛的 我是安全的 我是被照顧的 我是 我是有人愛我的 那他就開始第一步 有了媽媽 再來呢 就是上帝透過爸爸 讓他建立他生命中 第二個關係是爸爸 所以不是照顧的責任都是媽媽 是爸爸 大概在最晚在一歲以前 就要進來加入 加入之後 這個孩子 他就開始學習他生命中的第一個 你我他 我 他透過媽媽照顧他 看到我的存在 是有意義的 我的存在是被愛的 我是有安全感的 然後他才可以開始學習 信任第二個人是爸爸 爸爸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橋樑 讓他知道 除了媽媽之外 還有第二個人是值得信賴的 所以就是你我他 他生命中第一個三角形 那這個三角形 就建立他 對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所謂聖經說 看自己看的合乎中道 因為他會看到 媽媽愛他 爸爸也愛他 然後爸爸媽媽 他們兩個也是相愛的 所以這個就是成為一個三角形 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個三角形 如果這個三角形出現的話 在他生命中 就會讓這個孩子 就是所謂有安全感 那他之後呢 他就會繼續的去相信 第三個人 第四個人 所以爸爸是他生命中的一個橋樑 媽媽是讓他看我是誰 爸爸是讓他看我的未來 讓他帶他看世界 媽媽呢 媽媽呢 就讓他照顧的很安全 衣食住行都不用擔心 那爸爸呢 會講一些世界的一些分享 除了家裡以外的人事物 那就讓這個孩子 他開始了解 哦 除了我們家 還有別的世界 所以爸爸是帶領孩子去看他的未來 還有爸爸是決定一個孩子的性別 我是一個男生 我是一個女生 我活著是不是有意義 是決定在爸爸 所以不是媽媽喔 所以爸爸非常重要 如果是女兒的話 他透過爸爸這個男性 是他生命中第一個男性的角色 他要看到爸爸怎麼對待媽媽 因為媽媽是女性 那這個孩子就會觀察 哦 原來一個男性這樣對待一個女性 那我喜不喜歡這個男性 如果他覺得是安全的 他就會透過爸爸怎麼對待我這個女兒 如果爸爸對他也是出裡出氣的 跟對待兒子一樣的話 那這個女兒他就會感受到說 哦 我是一個可以被人家出裡出氣對待的一個人 那他對他是一個女性的角色 就會想成 我就是要一個出裡出氣的一個女人 那如果爸爸是很呵護這個女兒 對兒子講話跟對女兒講話不一樣 那這個女兒就會感受到說 哦 他透過爸爸這個男性的角色是一個鏡子 就造出 我是一個女人是好還是不好 好 那我們上一代很容易 就是媽媽就是男主內女主外 男主外女主內 哈哈哈哈 沒有我測試你們有沒有在睡覺 哈哈哈哈 然後呢 所以呢 爸爸通常就是 上一代就是我們華人的文化嘛 就是 通常就是只負責經濟 通常在家裡都不會跟孩子談心啊 或是關懷太太的情緒啊 管理家的壓力啊 好 所以那個孩子呢 就是雖然有爸爸 可是爸爸是 所謂失功能 沒有功能 家裡就只看到媽媽 媽媽 就是一個人做兩個人的角色 那所以這個孩子在性別自信上 就會不夠強壯 他知道我是誰 因為媽媽有照顧他 可是我是一個男人 我就不夠強壯 因為兒子呢 他怎麼看爸爸 他看爸爸對媽媽 爸爸在這個家對我的角色 我覺得很欣賞 所以虎父無全子 就是小孩就是透過爸爸去 兒子就透過爸爸去看 這個是生命中第一個男性 那我也是男性 我要決定 我要不要成為男性 那如果說 比方說我一天到晚聽到 我媽媽一直在我面前抱怨 我爸爸是個很差勁的男人 吃喝嫖賭又不顧家不負責任 那我是兒子 我就會對男性這個角色打叉叉 我雖然是兒子 可是我很討厭男性 因為我生命中的第一個男性 他示範給我看就是 他是一個沒有責任感 他是欺負女性的一個男人 所以我是男人 但是我不喜歡 我是男的 那我反而比較喜歡我媽媽 我媽媽太偉大了 我的家沒有我媽媽 就沒有這個家 所以我是兒子 所以我很多的行為 價值觀 我就會接受我媽媽的東西 所以呢 這樣子的家庭長大的孩子 兒子 他就會 所謂很容易比較娘娘腔 因為他講話 他也不想學他爸爸那種 男人的口氣 他就喜歡學他媽媽 那女兒也是這樣 如果剛剛說那個爸爸 是失責任的 那媽媽看到爸爸對他不夠愛 就把這個情緒 道給他的女兒 那他的女兒呢 就很生氣 就是爸爸是男生 對我們女生這麼壞 那我呢 我要替我媽媽報仇的意思 我要跟我媽媽聯合起來 攻擊我爸爸 我媽媽是弱者嘛 所以我要保 跟我媽媽站在同一陣線 叫做聯盟 我跟我媽媽聯合起來 打我爸爸 那呢 我要打我爸爸 所以呢 我看到我爸爸跟我媽媽的互動 是有權力的 有power的人 就是贏家 所以呢 我不要學我媽媽這麼柔弱 我要學一個跟我爸爸一樣 那麼有power的 所以呢 他雖然是個女性 可是他就要學一個 跟他爸爸很像的 要拿到那個power 所以他就變成比較man的一個女生 好 所以爸爸很重要在一個家庭裡面 他就是影響這個孩子 他是不是有性別自信 那這個就是我們整個全球 現在同性戀的這個問題啊 多元家庭 他的根源其實就是出在 我們的孩子在一歲三歲六歲以前 我們的家庭父母怎麼樣來扮演這個角色 對他一生有很大的影響 是 因為我這邊看不到我的頭色 我以為你們也看不到 卡車司機 卡車司機 但是我一直以為你們還沒出來 所以我想說 好 所以這個虛擬世界啊 怎麼樣吸引我們的下一代呢 好 譬如說他在現實他是一個卡車司機 可是呢 他到虛擬只要一個鍵按下去 他就變成太空船的駕駛 他在虛擬他在真實世界 他是一個大胖子很受挫折 無業遊民 可是呢 他進入了虛擬世界 哇 他馬上變成一個英雄人物 然後呢 他在這個真實的世界 就好像我剛剛說的 他可能看到他的爸爸是一個 讓他不羨慕的男性角色 雖然他是一個學者 可是他到了虛擬世界 他就可以變成一個美少女戰士 因為在真實的世界裡面 他覺得做男人真是命苦啊 男人一點的我都不羨慕當男人 可是真實世界我就是一個男人 可是呢 我可以在虛擬世界 enjoy我的性別 我就變成一個我想要的夢想 好 我在真實世界裡面 我是一個生病的一個孩子 我不能夠吃 不能夠聞 不能聽 然後但是呢 他一到虛擬世界 他就變成一個戰士 完全滿足他的需要 那如果加上真實的環境裡面 在家庭裡面 沒有人 care剛剛所講的那些人物的話 他就會有很大的吸引力 把他吸引到網路去 然後他的一個最大的推力 就是關係斷裂 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一個人他怎麼看自己 他有健康的媽媽照顧他 讓他感受到被愛 他有一個我的存在 然後爸爸跟他建立好的關係 會肯定他我是一個男人 或是我是一個女人 然後他才會開始發展一個健康的人際關係 就是發展你我他 除了爸爸之外 我也可以跟別人可以合作的關係 所以呢他就會吸力加上推力 兩種力量呢 他心裡面就求助求救 那求救他很孤單很無助很挫折 幾乎要死因為沒有成就感 一個人活著沒有意義嘛 那他心裡在求救的時候 他身邊最容易取得的東西就是網路 所以他一到了虛擬世界 他發現哇他可以好像找到一根稻草 快要溺死的時候有稻草 所以他就好奇或者是孤獨 反正他的關係疏離之下 養分不夠 現實的社會不夠溫暖 他就會到虛擬裡面去找溫暖 然後他一接觸了呢 就會發現這是一個大騙局 因為網路他有吸力跟加上現實家庭的推力 所以呢就這個心理學家他們用行為 技術的方法 技術的方法就早就設計在那邊等他了 所以他一接觸就馬上被黏住 他即時再也逃脫不了了 有一個真實的案例 就是那小孩上國中了 每天不吃飯不睡覺 連上廁所都幾乎不出來了 然後呢翹課或是半夜起來打 然後早上就裝病不去上課 後來這個爸爸下班回來很生氣 就把他們家說就把網路拔掉這個 這個萬惡的網路 我們家從此再也不要這個網路 就把那個網路拔掉 結果他的兒子在房間正在打game 一被拔掉就大叫暴怒 對然後暴怒之後呢 他就下來就拿鐵錘 就把他爸爸的名車全部扎爛 這是真實的案例 對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真實的 他也是就是沉迷到 他也這個睡眠啊這些腦 都會影響到他整個身心嘛 然後所以後來也是 那個爸爸覺得 反正我就不要用網路就拔掉 結果他小孩生氣暴怒 結果是從樓上跳下來 對就跳樓 這個是真實的新聞報導出來的 所以你知道嗎 當他吸力加上推力 就把孩子推進這個網路的世界 極大的他就跟他被捆綁住 一個很大的騙局 就騙我們的孩子 因為當他在真實世界受挫的時候 沒有成就感很疏離 沒有人在乎他的時候 他只要到網路世界 他一玩這個game 他們專業的心理學家設計的 就馬上讓他的腦 那個多巴胺就分泌 得 比方說得十個心 你玩這個game 哇好快樂喔 哇我考試考不好 被爸爸媽媽罵 同學不喜歡我 我自己對自己前途也沒希望 我也不喜歡我自己 可是我到網路 我的腦馬上活化就十個心 那你知道嗎 他我們會禁止我們的 他這個十個心 就相當於吸毒 你腦給他的獎賞是十個心 可是我們對我們的孩子 孫子他小時候 我們很自然給他iPhone 給他iPad 他得到的也是十顆心 當他看到這些聲光刺激的時候 哇他的腦好興奮喔 十個十個心十個心 所以他之後對這些文字的東西 他就完全只有一顆 甚至沒有星星 所以他覺得沒有興趣 這個也沒興趣 那個也沒興趣 他就學畫畫 沒興趣 你要不要去學打籃球 沒興趣 你要不要學溜冰 沒興趣 因為那個 那個星星大概就一顆兩顆 哎呀都會說 哎呀都會說 哎呀好無聊喔 那為什麼 因為已經有十顆星星的經驗在裡面 他一定要 哇只有這個 網路這個 我有我的裡面 這個從這個已經送到 從前額葉已經都送到那個 從海馬回都送到前額葉都儲存了 我的長期記憶裡面 十顆星的東西就是這個 就是網路 他對這個已經存在這個 這個 你的長期記憶裡面 所以他最快樂的事情 就是存的就是這個 所以他不會跑出你們剛剛講的什麼 跳橡皮筋 跳格子 什麼 玩阿飄 什麼抓魚 不會 因為我們剛剛分享就是你的長期記憶 把你們童年的長期記憶叫出來 然後你們是這些 可是他們存的長期記憶 十顆星就是玩game的東西 好 所以他就會對其他的真的就是沒有興趣 沒有胃口 所以這裡也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你不會防止你的 你不會讓你的孫子 兩個月去吸毒 我們在座一定不會 對不對 可是 你讓他看iphone ipad 他的腦 就是接受到跟吸毒一樣 十顆星星 對 可是我們太 太覺得 這是一個趨勢 反正 這個網路時代嘛 未來就是要走這個路嘛 好 那在台灣 在十幾年前 他們就強調 不要輸在起跑點上 強調雙語 所以每個幼稚園三歲 入學 就一定要有ipad跟電腦 在學校用電腦教小孩畫圖 然後回家的作業也是要用電腦 然後寄email給老師 他們就是強調說 要跑在時代的前端 但是想想看三歲 他就已經在吸毒 這個很可怕一個數位的鴉片 他整個在侵蝕著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我們很值得 我們來關心我們教會的 下一代的孩子 好 這是講到跟毒品是一樣的 這個一樣 所以現在呢 講到網路沉迷啊 其實他就是包括遊戲沉迷 還有網路的人際關係沉迷 因為我們的孩子 他們在現實社會 都是關係斷裂的孩子 跟父母不好 跟同學不好 跟老師關係也不好 跟自己的關係也不好 因為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誰 我來到這世界要幹什麼 我讀這些要幹嘛 他都全部都不知道 那這個關係斷裂的 但是他到虛擬的裡面 他可以很簡單 一根指頭 他就可以營造出 他喜歡的人際關係 可以肯定他的人際關係 他會加入那個團隊 是把他當英雄的人際關係 還有性成癮 還有在網路上透過言論 因為在家不能說話 不能亂說話 不能夠發表我的情緒 我的感想 不能夠很放鬆的談心 不能跟家人談心 那我就去網路發表我的言論 可以講講話 還有這個所謂網路強迫症 明明知道明天要考試 我今天要讀書了 但是我沒辦法控制我的手 我就是要在螢幕前 我才有安全感 我一直強迫我自己 還有資訊 就是一直要在網路上看很多資訊 如果沒這樣看 我就覺得很恐慌 我要跟這些資訊 跟knowledge連結 還有我的硬體 一直要upgrade 一直要一直買 花很多錢買很多設備 一直買一直買 我沒辦法停止購物狂 網路的硬體設備的購物 所以這些都是包括叫做網路成癮 好那這個有一些檢測的方式 簡單的講就是 大概就是說你一天 要都超過四個小時 你一個禮拜大概超過四十個小時 然後他已經妨礙到你的正常生活了 你明明知道你需要學習 可是你寧可冒著拒絕學習的危險 你還是要黏著網路 你放棄人際關係 放棄你的工作 或者是放棄你的教育 損失 你就是要上網 那這樣的話 通常就是說 你就是有上癮的狀況了 好那這是美國的 Denfield 的一個行為心理學家 他就是研究說 我們大家還是很有希望 當你看到你的孩子孫子這麼沉迷 他就是講到說 這個腦 他是會自己有成長型 他還是會長大的 就是你現在還是有機會 不是他已經判死刑了 就是我們的腦 他是不斷的神經元一直在變化 你給他什麼刺激 他就會有什麼反應 所以即使你現在看到你身邊 好像已經無可救藥的青少年 他就是他們腦的研究就是說 我們還是可以給他 就像植物給他陽光空氣水 你給他對的元素營養素 他還是會成長 但是如果你放棄了 哎呀他就固定了 他就是台語講 他就是卷腳 缺腳就是你超不要缺一腳了 就是沒用了 以前罵人的意思 就是你這個人 就是缺一腳了 沒用了 如果你現在就放棄他 就固定型 覺得這個人 哎呦不想要理他了 就是這個人宣判死刑了 那他就真的一輩子就是一個固定 需要靠網路沉迷在其中的去取軟的一個人 那腦是可以有成長的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上帝說我們如果願意用 Agape的愛 就是無條件 不是我愛你 就是有目的性 你一定要給我回頭 當我們要去愛他的時候 我們是主動去愛他 不求回報 無條件去愛他 把他當成 他是你心目中的第一個人 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台灣做輔導 他到一個學校去幫助 那個學校全部罪壞的孩子 為非作歹 然後都是中錯生 已經學業都不行 然後犯有犯做法的這個犯間的紀錄的 都是有一些犯罪的紀錄的孩子 就學校都是放棄 他們不會升學的孩子 那就丟給我那個朋友去做輔導他們 就他進去第一堂課 哇是熱鬧的 真的是跟動物園 野生動物園差不多 他還跟我說不是 他說Julie不是動物園 是野生動物園 整個教堂 整個教室 哇真的是野生動物園 什麼你可以想像那個畫面 那我朋友根本沒辦法講課 然後他就做什麼 他就一個一個一個去跟他們聊天 跟他們建立關係 他們根本不理他 不甩我這個朋友 後來我朋友他第二堂課的時候 他就帶了十幾杯 十幾杯 台灣很喜歡喝那些飲料 他就帶了十幾杯飲料去 誰喜歡喝可樂 誰喜歡喝珍奶 誰喜歡喝幾分糖 有分多少糖 那十幾個野生動物園的動物 他都為他們量身特定 他們喜歡喝的飲料 所以我朋友那一堂課 兩堂課 他就是只是去跟他們聊天 然後就知道說你最喜歡喝什麼 所以他第二堂課就帶飲料 每個人拿到他們最喜歡的飲料 他們傻眼 這個是所有的老師都被我們整走 都不理我們 他們就是被放棄的一群 怎麼會有一個老師 他居然請我們喝我最喜歡喝的飲料 然後他跟我說那些孩子真的是一無四處 他就講了那些孩子很多豐功偉業給我聽 我聽了真的是 你真的是從心裡搖頭 他們小小年紀 他們參加很多犯罪團體 去販賣毒品什麼 小小年紀 他們很多家庭 父母 單親的不用說 有的是從事特種行業 很多他們很悲慘的故事 所以你找不到任何一個可以肯定他的一點 那我朋友就是一個學期跟這些十幾個孩子 就是所謂混在一起 不能講課也不能教他什麼東西 然後他就說他花一個學期的時間 三四四五個月的時間 然後就很努力的去從每一個孩子身上 很努力的去找到一點可以肯定他的東西 所以他就這樣子 他說真的是一無四處 你沒辦法肯定 那他就很努力花了很多個月 好不容易一個一個去肯定他們 那我把他很快的縮短 結果呢經過一年 這些孩子裡面 其中有一個老師 別班有一個老師他從走廊走過去 然後呢他很快的去找我同學 他說你在他們班上做了什麼事情 我剛剛經過譬如說王大明是一個 學校一個頭號大壞蛋 他說我剛剛經過那個王大明身邊 他居然在看書耶 他說天啊怎麼可能 就是一個 Medical 他說怎麼可能王大明會拿著書在看書 他說你到底在他們身上做了些什麼 那我朋友就說 我們都不能講課也沒辦法講課 就是很多野生動物每天會怒吼 每天就是各種狀況 那個動物的本性 那個野性很強 所以呢我就真的就是很努力的 在裡面 在他們一無四處的裡面 很努力的找到肯定他的點 他說他只能做這個肯定他們的點 肯定他們的點 結果呢他們裡面 居然在畢業的時候 裡面有人有拿獎狀 畢業的時候 就是連那個 就是那個老師也都感動的哭 然後那個家長也是 就是來謝謝我同學 哇老師你到底做了什麼 怎麼讓我的孩子 就是本來就是那種被放棄 他怎麼改變 會讀書然後考試 還有考上高中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朋友就做的就是 就是所謂 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這些孩子身上 都是少年管護 就是都有犯過犯過罪的 然後對 保護還少年保護 對然後他就是用肯定 這麼爛的孩子 一無四處 世界上包括他的父母都放棄他 不肯定他 就有一個不認識的老師 肯定他 從一無四處的裡面去肯定他 講話很沒有禮貌 我朋友就肯定他說 你這個人很有益氣喔 我從你講話 我可以看出 你是一個很有益氣的人 就是他很爛很爛的東西 我同學就很努力去肯定他們 然後就改變了那十幾個人 聽他分享的時候我很感動 就是同樣的 如果你面對你身邊有朋友的孩子 就是青少年他們是這樣 你就是用無條件的愛去肯定他 那些理論他都知道他不應該上網 他都知道他不應該沉迷 對但是就是沒有人真實的世界 愛他跟肯定他 所以你肯定他給他舞台 幫助他去經驗 有一個成功的經驗 所以我那個十幾個孩子不會讀書 那我朋友呢就教他們 譬如說做皮雕 讓他們做皮帶什麼 他們剛開始都不要 讓他做一點點的 做一就給他讚美一百 這樣子慢慢慢慢的改變他 所以我們能做的就是 如果實在你不懂 那你就求助專業 那我們自己的心 就是用愛去耐心的等候他 肯定他 你不要再跟他說教 叫他不要再上了 不要再上網了 你可不要怎樣 不要怎麼樣 你講那些都是在增強他的裡面的孤獨感 增強他 你就是不了 我就是很孤獨 所以我才上網 那你又叫我不要 你真的不了解我裡面很苦 那我就更上網 所以我們按著他的時間表 所以如果是你的孩子 有這個情況的話 不管有什麼理由 我會鼓勵就是父母要先道歉 你的孩子上網 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盡責任的爸爸媽媽 你一定是一個很認真很優秀的爸爸媽媽 你的孩子有這個狀況 他要負責任 這絕對是 但是呢 你要怎麼挽回他 就是我們父母 沒有藉口 就先跟他道歉 就說 爸爸媽媽不曉得做了什麼 就你想想看你是做了什麼 可是爸爸媽媽忙了工作 爸爸媽媽怎麼樣 忽略了你 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造成你現在變成這樣 然後呢 你就告訴你的孩子一個保證 愛的保證 爸爸媽媽以後不會再做這個了 如果你是很忙碌 你就說 孩子啊 兒子啊 媽媽跟你對不起 過去呢 媽媽太忙了 都沒有陪你 造成你現在網路上網 沉迷這麼嚴重 都是媽媽的錯 媽媽保證 我從今以後 我不會再這麼忙了 所以看各個情況 你們是因為做了什麼 造成他網路沉迷 那你就告訴孩子說 我以後不會再做這個了 那現在呢 我們 我會做的是 如果 那個 那個重點喔 你要說如果 我現在不會再那麼忙了 那現在 我會做的事是什麼呢 如果你願意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 找個時間出去走一走 這個禮拜啊 你有沒有時間 我們兩個出去走一走 就是你 看你小孩喜歡什麼 他喜歡喝飲料 就說 這禮拜有沒有時間 我們兩個去喝個飲料 你就看你小孩 他喜歡什麼 你就說我們去從事那個 那如果你以前都是太忙 你就說 從今之後呢 爸爸會提早下班 好 那 這個月 我們挪個三天 我們出去旅行 好不好 那你要把這個決定權是丟給他喔 不是你命令他 好 兒子啊 對不起我以前太忙了 我忽略你 我從今以後我會多陪你 好 這個禮拜天 這禮拜六呢 我帶你去哪裡 度假 嘿 聽到了沒有 趕快去準備行李 好 所以你要把決定權丟給他 就是說 如果可以 尊重他 雖然他的行為是這麼爛 你想要罵他 但是 尊重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你說如果你願意 好 如果你喜歡 好 那你去決定看看 要不要 好 我們去喝個飲料 或是我們這個週末去哪裡走走 去從事 他喜歡 有興趣的東西 好 然後 讓孩子 做決定 他要不要跟你去 這也是訓練他的自我控制的第一步 不是你幫他做決定 那通常呢 孩子他會感受到說 你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因為你從小都是命令我 你這個是不是去上什麼課 回來只是 對對 只是三天 一個假樣子 你又跳回原型 所以他也會試探你 也會看看 也會遲言回答你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是 要耐心 愛是恆久忍耐 愛的真諦第一句是恆久忍耐 最後一句 也是 凡事忍耐 凡事相信 愛是永不止息 前面要忍耐 後面也要忍耐 才能夠成全 把你孩子從網路拉回真實世界 好 所以就是 你告訴你的孩子 如果慢慢建立關係之後 你可以跟他講說 一起跟他討論定家規 不是你定家規 你就說 如果我們家 就是你覺得我們幾點之後 你要講你自己的問題 你說 我發現 媽媽自己 晚上 有時候也是會一直滑手機 追劇 太晚了 這樣對我身體也不好 說兒子 請你也來幫助媽媽一下 你就講你大人也有問題 這樣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定一個 一個家規 我們互相來幫忙 好不好 那他會很願意 所有的孩子 他們很愛爸爸媽媽 所以當你說爸爸媽媽 有問題的時候 他這時候覺得 我爸媽很需要我 我有存在的意義 所以你邀請他來幫你 他超開心 而且他超認真的 對對對 所以可以講 爸爸媽媽的問題 邀請他來幫我們 然後你平常說 我們家 平常說10點以後 我們就沒有網路 或是11點 我們就不把手機 帶進去房間 或是怎麼樣 就是跟他一起討論 讓他來定 讓他同意的 那我們一起去做 那建立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還就可以問他 說兒子啊 如果你自己發現 你花了太多時間 在game上面 你可以拜託我 你可以拜託我 你可以拜託我把你的手機 我們可以約定 你可以拜託我把手機 幫你收起來 因為我是一個 很有義氣的人 超講義氣的 我晚一點睡也沒有關係 那你要看你的孩子 如果你的孩子比較敏感 你就先講你自己 你說兒子啊 老爸發現我自己晚上 也是會 會進去網路 看新聞啊 看什麼 社論啊 看劇啊 老爸都會弄得很晚 早上上班都爬不起來 欸 兒子你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 我知道 那如果 老爸我發現我上網 太晚 太沉迷了 我可不可以求助你 幫我 我就兒子來幫我 你就來幫我 把手機收回去 好不好 你兒子二話不說 好 他非常講 小孩很講義氣的 我要解救我爸爸 脫離網路萬丈的深淵啊 這個 我一定救你 爸 我一定救你 那你說兒子啊 如果萬一是你這樣 我也是一個很講義氣的老爸 你就跟我講 我就馬上過去拯救你 因為我很講義氣 我晚一點睡也沒有關係的啦 你跟你兒子說body body 這已經是大概成功80了 他幾乎可以脫離網路了 好 所以先道歉藉口 那網路的治療 就是我們父母要先改變 通常網路帶著孩子網路上癮 來求助專業的人 不管是醫生或者是輔導員 都會問說 父母咧 請問你們的休閒是什麼 父母大部分都說 我們好像也是追劇 也是滑手機 對 所以小孩就是在那個模仿 那個家庭完全的模仿 所以我們父母要先改變 難的是 你父母改變就會讓孩子看得起你 然後尊重你 甚至愛你 然後你做父母的可以帶他去 找到比虛擬世界更好玩的東西 他為什麼被虛擬綁住 因為他從出生到現在 只有虛擬是他真正的朋友 只有虛擬是真正有成就感 真正有回饋 真正有同伴了解他的心聲 那如果你可以帶領他 從這裡出來說 有比這個更好玩的 他就會慢慢的發現 大家都嘛 是要No.1的 誰要No.2 誰要次要的 對不對 就會選擇好的 所以強調他在這個家的重要性 不要說你就是只是吃飯睡覺讀書 然後就是上網 每天就上網一無四處 你要強調他的重要性 讓他不會感受到說 這個家只重視成績 然後呢 我不會讀書 或是我只重視成績 我在這個家就是被拒絕的 你要讓他很感受到 這個家是open mind 你有什麼需要 我們都隨時stand by 要去幫助你的 所以孩子呢 他本身就會感受到 你是從裡面沒有條件的 真的是想是尊重他 愛他想幫助他 好 那還有就是可以用孩子 他本身之外的一些 不是直接講上網 可能他說 爸爸我怎麼常常 我這個腰很痠啊 那你就用說 這樣啊 好啊那我們去看看醫生 就陪你去看醫生喔 你這麼年輕怎麼就腰痠呢 這個不太好 爸爸很在乎你的健康耶 我陪你去吧 好那去看醫生 醫生已問診 當然就會把那個 那個網路沉迷的問題 就找出來嘛 那你要帶他去看 專科治療他 借這個網路 他一定不肯去 你就用他旁邊的 旁邊的問題 早上都是熊貓眼 兒子阿怎麼樣 昨天睡得好不好 不太好耶 就趕快把握機會 真的啊 我看你最近睡眠都睡不太好 你要考試 這樣要不然我們去看看醫生 可以給我們怎麼建議 幫助你睡眠 讓你睡得好 頭好重重喔 就帶他去看睡眠 那就會把他的網路的問題 就治療好了 好 那個導演症候群就是說 父母 他先去看醫生 我孩子有上網的問題 然後呢 醫生就會說 你把你的孩子帶 我為我孩子上網問題很煩惱 那醫生 就告訴醫生這個問題 那醫生就是 用這個所謂導演症候群 就是你回去把你的孩子帶來 然後告訴你的孩子說 我要跟他談一談 請他怎麼幫助他的父母 那孩子一聽到 喔 醫生說 我去談是可以幫助我的父母 他就很樂意去看那個醫生 可是呢 他去談了呢 就有後續 那專業的就會幫助這個孩子 就是所謂借掉這個網路沉迷 好 好 所以我們要 如果你面對 有網路沉迷的孩子 孫子 要啟動一個 所謂沒有網路的愛的計畫 可以想想看 一天的裡面 你可以跟他一起共同做什麼 可以增進親密關係 一天的裡面 從十分鐘 五分鐘 或是 只是跟他 就是講一分鐘的話 從最短的 那一個星期 一個月 或是 未來 二零二五年 你們可以做什麼 就是可以 規劃一下 可以想一下 用愛 唯有用愛 可以挽回 一個迷失的羊 唯有用愛 可以把 一個網路沉迷的孩子 再重新把他移植到真實的世界 讓你的孩子 他在過去在網路玩遊戲 他也磨練出一些鬥志 一些反應 好 網路也不是 也不是全部都是錯 因為你想想看 如果一個關係斷裂的孩子 一個推力 又加上他就遇到犀利 進入網路世界的孩子 當他在真實世界 是那麼的挫敗感 沒有成就感 沒有歸屬感 是一個失敗者 他裡面在發出 SOS的訊號 那現在接住的是網路 如果沒有網路接住他 那個孩子 他可能就會做出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的一個行為出來 所以我們要去看就是說 我們的孩子在求助的時候 網路把他接住了 那他被吸住了 吸力加推力 他就陷在裡面 那我們怎麼樣把他帶出來 用Agape的愛 可以把他從虛擬的世界 再一次把他移植到 真實的世界裡面 那他過去 那些在網路打滾的日子 我們不要把他看成一無四處 他過去 就是神可以讓萬事互相效力 過去那些經驗 他在那裡面受挫折 進去網路 失敗 失敗 restore 再重新啟動啟動 那個不屈不撓的精神 然後他在團隊裡面的精神 這一些都是可以把他帶到真實的世界 是一個豪華版的 就讓我們的小孩知道說 你現在從這裡出來 你可以進入豪華版的 真實的世界更好玩 那因為有愛 他可以有信任你 因為有愛的關係 他連結與你 他可以跟著你走 因為他看到你走在真實的世界 是有豐盛的生命 他也羨慕 我也要變成一個新的人 以前我是混網路的 現在我要走新的一個路 他看見 他有神的形象在他的裡面 看見他羨慕 他從爸爸媽媽身上看見 有人意的真理 在爸爸媽媽的身上 所以他就可以很快的移民 他可以漸進式的 就是願意從虛擬的走出來 所以神就會賜給這個孩子 是一顆新的心 然後會賜給他 聖靈在他的裡面 讓他可以抵擋一切的誘惑 將真正的平安賜給這個孩子 讓這個孩子的身心靈 都蒙到神的保守 這個是聖靈的力量 就是我們要靠著 就是我們要靠著 阿嘎佩的愛 然後以靠著聖靈 上帝就會動工 讓這個孩子 從虛擬世界 移植到真實的世界 所以每個人 現在如果 你自己的家庭 或是你身邊有朋友 的孩子有這個現象的話 在基督裡神說 他是使我們有盼望的神 所以不要放棄 不要自責 神說他可以 照著在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能大力 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在以佛所述 那個大能大力 是指從死裡復活的能力 所以今天你要去拯救你的孩子 網路沉迷 上帝說他可以 運行在你心裡的那個大能大力 大到是可以從死裡復活的那個能力 跟你同在去拯救一個迷失的羊 所以讓我們一起 依靠著神 幫助我們自己 也幫助我們的孩子 幫助我們的家庭 我們用新的心 新的靈 在真實神所四的世界裡面 我們可以活出神榮美的形象 我們可以讓自己屬靈的生命 更加的豐盛 也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們一起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在今天早晨 你透過科技的進步 讓我們一起思考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他們所面臨的未來的虛擬的時代 是有很強大的吸引力 你也再一次提醒我們 你呼召我們是一個人 在全世界我們的角色 就是來敬拜你 來認識你 來服侍你 來服侍你 只有人 可以用我們的生命 來侍奉 來敬拜你 天父我們也把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孫子 交在你的手裡 每一個都是你龍美的形象所造 每一個都是你種價買贖回來的 主啊我們要把他們從虛擬的捆綁中 若是有網路沉迷的 我們要來到你面前 求你給我們力量 給我們屬天的智慧 讓我們可以經歷 聖靈給的力量是 從死裡復活那個浩大的力量 我們在愛的忍耐智慧的裡面 跟上帝你一起同工 把迷失在網路 暫時得到慰藉的這些孩子 孫子 我們可以慢慢把他們引到上帝 你所應許給他們復活 而且是一個新的一個生命 願主的龍美 家天在我們在座每一個人的身上 以及每個人的家庭 讓我們在虛擬進步科技的時代 我們可以活出神龍美的見證 謝謝主聽我們禱告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好我們